下一位請省委員致會 院長 本席認為 民進黨的酒駕零容忍 虐童人神共憤 從上次蘇貞昌院長 下次民進黨黨團 都在打假球騙選票 省之會已經看破 民進黨的新三部打假球 第一個 委員會不排入議程 即便是我在立法院司法委員會 已經排入了 這個酒駕再犯致死者 最高可處死刑的提案 但是民進黨所控制的司法委員會 召集委員就是不排這個法案 召集委員就是不排這個法案 在這個司法委員會也有提出 虐童致死者最高刑責判處死刑 這個條文也被保留下來 置信會協商 這也是打假球之二 第三種打假球的方法就是 已經出委員會協商完成 但是民進黨黨團不送進院會 完成最後的刪讀會 這就是這兩天 這個禮拜周二的時候 為什麼許多的委員在抗議的 就是民進黨為什麼不把 道路交通處罰條例 針對酒駕的相關的法案 已經完成協商進行刪讀 這就是把法案擋在院會之外的 打假球之三 本期在3月15號總質詢的時候 曾經針對酒駕者 不得再擔任中央級地方首長 副首長 政務官 機要人員 以及一般公務員犯酒駕者 不得升遷 質詢過蘇貞昌院長 我還記得蘇貞昌院長說 不贊成 蘇貞昌院長卻在自己的臉書上說 酒駕置人於死等同殺人 這句話聽起來是非常的刺惡 所以上次院長 下次黨團 酒駕零容忍是打假球 虐童致死也是打假球 所以我們看到了民進黨的虛為爭議 蔡政府最擅長的就是製造正義的口號 把正義掛在嘴巴 但是我們今天要跟蔡政府 跟民進黨黨團要提出來 請你給我們沒有酒駕生活的司法正義 給我們沒有酒駕的立法正義 這個部分請你們注意 正義正義在正義 謝謝省委員 好會都會列入公報紀錄